大家好 大家晚安 董事基金会大家大概认识的 也主要都是有关于烟害防治的部分 但是董事基金会其实 它的业务范围算是相当广的 包括心理卫生 包括食品营养 都是我们平常非常深耕的工作 只是因为它的冲突性不高 不容易被大家所注意到而已 那么美国大概在1950年代 就已经透过医学的证实 尼古丁会或者说烟草 会带来许多许多的疾病 会造成许多的不同的一个癌症 那么于是在1954年 就开始有了第一个烟害诉讼 民间的烟害诉讼 但是事实上是经过大约50年的时间 到了1996年的时候 才有了第一个烟害诉讼胜诉的案件 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大概它的这个损害赔偿总共是250万美金 那么一个人而已 250万美金 然后它是大概在2006年左右 把它最后是确定了 上诉之后 烟伤的这个上诉案通通被驳回了 那事实上从1994还是1996这个胜诉案件之后 就开始有大量的烟害诉讼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国际烟商 跟美国46个州达成了一个总和解的协议 因为烟品的一个销售 它的一个误导的行为 它含的有毒物质 造成社会重大的一个负担 那么很多州政府 他们的社会福利就必须要为这些伤亡 受伤或死亡 必须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 于是达成了一个全面性的和解 和解金额是2500亿美金 也就是新台币7兆 于是世界各国都非常兴奋 因为烟草是在世界各国销售的 那么于是就很多很多的国家 开始在美国提起 以国家的身份 对国际烟商所提起的跨国烟害 损害赔偿的一个诉讼 那台湾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也因为过去这些年 我们一直受到美国、英国、日本 等等国家的这个烟害侵略 因此也想要用烟害诉讼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 董事基金会就邀请了 20位左右的美国律师 希望他们能够替这个台湾来进行 在美国的对国际烟商的烟害诉讼 那么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美国的侵权诉讼 其实很多时候是 contingent fee basis 它是属于后金制度的 当时的这个诉讼 美国的律师也统一 要以后金的制度来解决 那么他们会先 他们已经先筹资了200万 希望在董事基金会的协助之下 能够鼓励台湾政府去 进行美国的烟害诉讼 我也是在那个情况之下被邀请的 以前从来没有跟董事基金会接触过 都是以败诉收场的 但是那整个过程 其实诉讼我相信同学到现在都一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对于一些公益的议题 对于一些人权的议题 重点不在特定当事人是否能够得到救济 重点是在整个诉讼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可以唤起社会的觉醒 它可能长期来看可以改变社会的观念 所以这个诉讼我们没有参加 其实当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这个大概今天我打算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NGO跟NPO它在定义上其实是模糊的 他们是重叠的 我会选择NPO的原因 当然就是因为NPO它指的就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是非盈利组织 一般而言所谓的非盈利组织 如果要严格的说就是它的股东不会有利润 它的成员不会有利润 但是事实上很多的NGO它是有盈利的 所以我们的NGO NPO其实是常常交互在使用 大家习惯讲NGO 可是如果你要严格的来检验的话 一个corporation也是NGO 他们本来就不具备这个国家的身份 不具备有政府的身份 那当然也是NGO 只是大家在使用上的就习惯上 就会把NGO来称呼它了 所以我后面就又加上了 这个NGO slash NPO 就是我在讲的时候 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那NPO一般而言是会比较讲究 这个公益的倡议 一般来说可能会跟实际的operation没关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NGO NPO的时候 它又可以分成advocacy NGO 或者operational NGO 像譬如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它是比较属于advocacy的NGO 它是在做一些倡议的 董事基金会原则上也是一个 这个advocacy的NGO 平常不会提供服务 像我们对于一些公卫的关照 我们原则上是注重的是预防 不是对于已经产生心理问题 或者是有严重的这个烟瘾 我们来协助它戒烟没有 我们会转戒它去从事一些 戒烟的一些机制的一个寻求 但是我们不会直接提供services 所以我们大概要在定义上 比较算是advocacy的一个NGO 而不是operational NGO 像阳光基金会 他们常常有很多的洗车厂 那些其实就是它会提供services 那有很多的基金会 其实也都是service的性质 因为生存困难 你一定必须要有一些收入才行 那我这边只是很简单的列出一个 NGO的一个范例 这个东西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 它的一个烟害防治的一个框架公约 叫做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pical Control 是世界卫生组织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个多边条约 到目前为止还是只有这一个而已 那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的多边条约 我这边列出来的这个表 就是已经正式的在世界卫生组织当中 针对FCTC的议题 注册登记的international NGO 这些经过注册登记的NGO 它原则上在这个WHO 牵涉到FCTC的会议的时候 它都可以派员参与 作为一个observer 作为观察员 董事基金会有多次的参加 由于我们的国际地位 较为特殊的关系 我们也没办法直接在那边进行登记 所以我们事实上参加的是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进入变为会员 然后由这个美国癌症协会来accredit us 来给我们认证 让我们能够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当中 来作为观察员 我曾经去过几次了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NGO其实在这个FCTC的运作当中 在这个国际条约的运作当中 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我们在做observer 在做观察员的时候 其实在他们每天的会议的结束 他一定会留下一段空间 让所有想要发言的NGO来进行发言 所以事实上台湾的NGO在WHO的这个发源 其实是远早于我们的卫生署的 这个可以代表的就是国际上面 对于NGO的一个重视 之所以重视的原因 就是因为公益的倡议 如果NGO缺席只靠政府 他基本上往往就会事倍功半 尤其是政府有太多的利益要考量 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不堪的话 还有官商都勾结的问题 所以如果能够有NGO的介入 来进行监督 他们工作会比较容易落实 所以各个国际组织都非常欢迎 NGO的一个介入 这边只是简单的来跟各位同学 要做一个有关NGO国际活动的一个介绍 现在的NGO的活动 他必须要国际资讯 我们在进行tobacco control 我们在进行这个心理卫生或食品营养 没有一个资讯 是董事基金会自己去研究出来的 他必须要仰赖其他研究单位的资讯 而台湾的研究单位 针对这些公卫议题的一个研究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是大幅度的落后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一些国外的资讯 来告诉我们说该怎么做 能怎么做 这是资讯的问题 资讯取得是最基本的 我们的基金会的三个中心 是每天都必须要针对 他们各中心所关切的议题 要常态性的关切国际性的发展 而且要把它转变成 我们的一些心知资讯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大众通通都知道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社会的一些议题 一些公卫的议题 靠国内的本土的NGO一己之力 往往都是徒劳无功的 他必须要能够借助跨国界的 国际组织的一个力量 共同来敦促各国的政府 能够针对公卫的议题 或者其他的社会议题 能够有所进步 待会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例子 其实也是董事基金会在过去非常非常积极的 在与国际的其他的组织来共同合作 影响的不光是我们自己国内的法规 简单的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如果大家到香港到澳门 你看到现在的香港或澳门 他的这个烟害防治的工作是成功的 他是董事基金会带进去的 是我们协助着香港开始有他们的一个民间的烟害的组织 我们协助的澳门开始有了民间的烟害组织 如果你到大陆上去看到某些地区 有相当不错的心理卫生的一些机制 董事基金会也是有一些贡献的 因为我们已经十几年来在宁波从无到有 来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些心理卫生的一些认识 或者开始有了心理健康的专属的医院 董事基金会 他基本上是1984年5月间成立的 那是由董之音先生跟颜道博士共同创立 当初会成立 是因为颜道先生的好朋友董之音先生 他是一个菲律宾的华侨 他因为在台湾有一个诉讼 后来因为这个颜道先生是律师 所以替他解决了这个纠纷之后 他要给这个颜道先生250万美金 颜道先生自己本身也资财丰厚 他就说不要把这个钱给我了 让我们一起来成立一个基金会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董之音先生 他是第一任的董事长 但是在记录不是很明确 好像他没做完一任 他就卸任了 所以本来是执行长的这个颜道先生 就接替了成为董事基金会的董事长 所以我在这边说 他是第一届的一个董事长 那董事基金会是以促进国民身心健康 预防保健中医治疗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宗旨 那这边就是董事基金会 这个就是董事基金会的基本的logo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组织 下面就是有烟害防治中心 食品营养中心 心理健康中心 还有一个大家健康杂志 当初是我们称之为杂志组 他指出杂志 但是现在基本上是以一些公卫的书籍为主 我们也出了不少书 大家说不定会注意到这是董事基金会的网站 大家有机会的话 能够上去看一下董事基金会的一个网站 我们会看到这边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连接的网站 我们目前这个董事基金会的主网站 其实是相对阳春的 因为我们三个中心各自运作 他们发展都非常非常成熟 所以会看到心理卫生特区 烟害防治特区 大家健康杂志食品营养特区 里面都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资讯 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资讯 像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觉心理健康的部分 我们发觉例如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国家 他们花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人均的心理健康的一个照顾费用 大概是台湾所花的费用的50倍左右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有一次去找陈副总统的时候 当我们把这个资讯告诉陈副总统的时候 他的说服力是极高的 他就会发觉确实在这个mental health这个领域 是应该要投入更多的一个经费的 这个要顺便提一下 大家电子发票请捐531 他是捐给董事基金会的 发票董事基金会这个收入基本上 我们的基金会只能靠你的基金的知习 或者是民间的捐献来运作 董事基金会一年平均需要6000万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预算 大概每年大概需要6000万左右 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 种个什么1000万的发票 对我们就是帮助太多了 那这个很多的资讯都可以从网络上看得到 应该算是目前我们自认为是国内的无需付费的网站 对于公卫资讯提供最完整 最现代的一个网站 那么我们其实在 董事基金会在国际活动方面 恐怕确实是烟害防治这个领域开始的最早 因此它的这个成果也最明显 它整个的活动也最积极 那么心理卫生跟食品营养 当然也都在迎头赶上 但是不会像这个烟害防治中心的这么的清楚 留下了这么多的值得纪念的轨迹 我在烟害防治中心的国际活动部分 烟害防治中心的这个国际活动 大概就是这四个 第一个它会持续的追踪收集国际烟害防治的相关资讯 会监控国际盐草公司 我们是真的在监控国际烟草公司 我们会发起创立国际烟害防治交流平台 目前我们在亚洲地区看到烟害防治的 最主要的两个常态性的国际的会议 都是董事基金会发起设立的 然后我们会持续性的参加国际烟害防治会议 好首先就收集国际烟害防治相关资讯来说 第一页基本上是在告诉大家 在过去这些年 我们针对美国 香港 日本 澳门 英国等国 我们在进行了很多资料 烟害防治资料的收集 主要是法规部分 法规 对于烟害防治的规范 其实如果没有法规的协助 一切都是狗废火车而已 你讲的再高 你把你的烟害防治的道德 拉得到最高的一个制高点 你拿烟商一点办法都没有 尤其是台湾政府本来就是烟商 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财政部持股 现在国际上还有国家 他自己在卖烟的已经不多了 另外一个主要的 另外两个友好的国家 就是韩国跟中国大陆 他们等于都是国家在专卖的 但是几乎都没有了 连日本都没有了 我们的专卖制度是日本留下来的 我们的烟酒公卖局 日本留下来的 日本现在政府的这个 在日本烟潮公司的持股 也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都市出了 但台湾到现在就是在空严四处 几年来完全没有任何进展 仍然是财政部百分之百持股 我们在搜集的资料当中 我们不看过去的 过去半个世纪 欧美各国有关于烟害防治的发展 当然是我们搜集的重点 在我们网站上都看得到 我们就看目前的电子烟好了 台湾的电子烟是高度泛滥的 我相信同学们都应该有很多的朋友 或同学有在使用电子烟 电子烟的烟商也是充斥在 我们的街头巷围 你甚至用Google map打进电子烟 它都可以告诉你 哪里可以买得到 公然的在销售政府 认为是一个违法的烟品 但是问题就是 当我们企图要政府制定法律 来规范电子烟的时候 我们要说服的不是政府 我们所谓的社会倡议 真的是针对社会在进行倡议 当我们整个社会的观念改变的时候 政府的行为才不得不改变 我们在过去这三十年当中的 每一寸的烟害防治规范的进步 政府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必须接受的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那最近因为电子烟商跟所谓的 加热式烟品的烟商 利润实在太丰厚 他们对于我们的台湾的政治压力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就算我们自己的烟酒股份 有限公司还做不出电子烟 跟这个加热式的烟品 他也不敢挡住这些 外来烟商的一个压力 譬如说Evalis事件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件 电子烟美国是在2011年 开始允许电子烟的合法贩售 当时只有1.5%的美国高征 会使用电子烟 到达了2019年 到了2019年的时候 不过8年的时间 从1.5%增加到27.5% 电子烟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电子烟它是必须要加热 加热的黄片如果稍微品质不佳 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就会流出金属碎片 它就会进入你的肺部 就会造成肺部的伤害 美国在去年把电子烟伤害叫做Evalis Evalis是什么意思 Evalis就是Electronic Cigarette or Vaping Product Use Associate Lung Injury 就是跟电子烟 或者其他的烟雾式的这些 喷雾式的这些烟瓶 他们有相关的一个肺伤害 他不是说Lung Disease 他不是说肺病 他是说的是Injury 他说就是在快速的时间 会造成你肺部的重大的一个伤害 因此当我们发觉 美国开放电子烟 他的青少年电子烟的使用 如此快速的增加 然后他的电子烟 会造成的肺部的伤害 是如此的严重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chart 不是很清楚啦 但是这个蓝色的是传统烟瓶的使用者 红色的是电子烟的一个使用者 传统烟瓶开始下降 电子烟开始上升 经过了八年的努力 传统烟瓶加电子烟 早就超过原先 传统烟瓶这个高中生使用 数量最严重的一个情形了 所以电子烟的一个麻烦就是 大家以为有了电子烟可以取代传统烟瓶 吸烟的人会减少 但事实上他所散发出来的有害物质 到目前为止相较于传统烟瓶 已经不遑多让 而且会造成立即的伤害 当然Evali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电子烟的伤害 看一下多严重 他基本上到今年的2月为止 通报的病例超过2758 然后已经有64个人死亡了 然后这个未成年占15%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密歇根州 纽约州等等就开始禁售电子烟 联邦是允许的 他们地方可以去禁止他 他们禁售电子烟 那当然禁售电子烟的 这个意思原则上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使用的话 他也拿你没办法 他处罚的是销售行为 然后从2020年起 美国开始禁止家卫的一个电子烟 那这个但是呢 这个比如说他有烟草 或者是薄荷醇两种口味 就不在此线 但是无论如何 我会发觉情况非常严重 短短的一年当中 出现了这么多的病例 只要是赚钱生意人 大概总是会有人愿意去做这个生意的 所以还有电子烟商 还共同推出了立法委员候选人 希望能够直接在国会当中来影响 这个有关于电子烟的一个规范 因此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对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电子烟可能造成的一个危害 透过其他国家的研究 我们没有能力研究 我还记得当时这个我们烟害防治法通过的时候 对于烟品管制要求所有的烟商要揭露他们的烟品成分 我在现场亲耳听到我们的烟酒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说 你怎么可以要我们揭露 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知道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 所以你就会觉得就会知道我们台湾的这个烟商 其实是极度荒谬的 但是目前为止已经被揭露的这个电子烟 或者是加热式烟品 大家必须要理解到加热式烟品 也不过就是压缩的烟草 它跟传统烟所造成的伤害不会有什么不同 它唯一能够减少的有可能是 有可能因为只是还没被证实 大家要知道从这个烟害被怀疑 到烟害确定50年 中间半个世纪的时间 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 然后从烟害对于身体的伤害被确定 到法院有判决 说你烟品造成的伤害 必须要负伤害配偿的责任 又是半个世纪 所以我们现在讲电子烟是减害的烟品 说这个加热式烟品是减害的烟品 自我催眠而已 只是你自己在告诉自己 当每一个吸烟的人在告诉自己 说电子烟它的危害比较少 加热烟的危害比较少的时候 要问问自己证据在哪里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研究结果 能够给你如此的一个确信 还是只是听广告宣传而已 好 那这个是 我们当然我们这两个东西 其实是分别是这个 加州跟Massachusetts 他们工部门所推出来的一个 电子烟的广告 就是要青少年不要吸电子烟 前面那个好像只有一分钟 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就看一下他把这个电子烟 把他等同于瘟疫的再进行描述 tatsächlich 我对此 好 我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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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根本地 那么 放开我的房间 脱离 Andy 谎 你不是谎 我没有说什么 你还没说什么 中文部分是董事基金卫家的 这个广告其实它是政府付费的一个广告 他们政府去制作的 所有的里面描述的人格 这个脾气行为的一些改变 都是有依据的 下一个恐怖片 稍微看一下好了 看个 这个叫做背后灵 What are you baby? Come on 哈哈哈哈 Take a real hit Yes Yeah Yeah That's it My favorite place to hav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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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it Go deep Crème brule It smells like hot crap Yeah that's what your mom said too That's the smell of friendship asshole Loser Shh What was that? Listen No I thought I heard something The coast is clear Are we late for class? Are we late for class? Who cares? Who cares? Who cares? That's how you do it Yes yes isn't it wonderful Can I just have a tiny hit? I'm a social creature I'm meant to be shared I'm meant to be shared They crave me Hey let me get some They have to have me Oh no No thanks I'm good You'll never leave me will you? We're happy together aren't we? See you guys Don't leave me Think of how terrible it would be without me You'd miss me You'd miss me so so much here Aren't things much better now? Help I'm gonna d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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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oke smells like mango and mint And I'm going to die Get me to a charger Just shut out This is driving me crazy It's driving you crazy You're not the one who's gonna die I need pods Okay I'm looking Must be a pod in this locker I know I'm looking for one Stop Oh my gosh What are you doing? Are you crazy? Hey that's all my stuff I don't have money Okay we're gonna find something We're gonna find it Just calm down Okay I'm looking Hey Do you have any leftover pods? No Do that stuff No I'm getting angry You're gonna get angry We need money Money for pods Don't sto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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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s not gonna give me money Okay You've lost my pods Okay You just have to breathe Okay 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 I need pods I need pods The bathroom Surely there's somebody in the bathroom with a bed Those大概是同样的逻辑 那顯然Massachusetts 他們是比較激烈的一群人 用了東西 希望用恐怖片的方式來 來嚇同學吧 讓大家能夠想到Zombie 能夠想到The Walking Dead 類似像這些影集吧 好 但是無論如何 類似這些影片 我們沒有能力拍攝 我的意思是 我們沒有經費可以去拍攝它 董事基金會在過去這些年來 大家能夠看到的所有的電視上的廣告 報紙上的廣告 全部都是公益廣告 全部都是我們的這些電視台 或者是報紙 它免費的提供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經費去做這些看燈的 你們看到所有的這些明星偶像 在替董事基金會各種不同的活動來做代言人 也全部都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確實是沒有能力做這樣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把國外拍的一些不錯的影片 大量的引進來 讓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到這方面的一些觀念 或者是認識 那是第一個我們的國際資訊 第二個是監控國際煙草公司 這個是我們當然監控國際煙草公司 是一個常態性在做的工作 我們沒有能力主動監控 我們都是被動的被告知 我們事實上在我們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都有公益心的人 我們得到的所有的資訊 包括在煙草公司裡面 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在過去這幾年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我們在開記者會說 煙商做了什麼 其實都是insider 都是內部的人告知的 很多的細節很多的文件 事實上美國的第一個勝訴的案件 也是一個律師事務所的法務人員 看了煙商的所作所為看不下去了 就把他們的相關文件 以匿名的方式寄到了一個反煙人士的學者的 這個辦公室的門口 那個叫做tobacco papers 好像叫tobacco papers 那個揭露出來之後 幾年前也不過就在兩三年前 美國的五大煙商在美國國會作證說 他們不知道尼古丁會上行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尼古丁會上行 他們也不知道這個煙草裡面的 有任何的有害物質 在國會宣誓作證 但是兩三年之後 就被這個他們內部的文件 就是整個徹底都擊潰了 所以事實上訴訟的過程是很有幫助 監控國際的這些煙草公司 是我們常態性在進行的 最近一個比較有趣的國際性的案件 就是我們得到了訊息 是台南的市民告訴我們 他們在台南科學園區 突然看到日本煙商打算要建廠 完全是無聲無息的 日本煙商要在這邊投資設廠 他是必須要經過政府的同意的 他要先我們的中央政府 我們的外人 這個外人 根據外人投資條例的投審會 要先通過他的投資案 然後他要找到地方願意收納他 所以是中央政府通過 各個部會不反對 然後地方政府歡迎 日本煙商在台南的設廠 他基本上除了原先的煙品的關稅 不需要再支付之外 現在只需要付煙草的 比較零星的稅捐了 過去的完整的煙品進來的煙稅 不必再繳之外 台南提供他前兩年免租金 長房 七公頃左右吧 前兩年免租金 第三年 第四年好像是70%還是75% 第五年 第六年是一半 所以前六年都基本上他的租金 我們銀行還貸款給他 製造煙品來強害我們的人民 然後宣稱是對台投資創造就業機會 我們經過了這個煙商內部的 財務報表的資訊的取得 我們知道日本煙商為了準備在台南設廠 前三年他自行漲價 前三年自行漲價所能夠增加的營收 足以蓋三座在台南的新的煙廠 所以他說是國外的投資到台灣來增加 就是外人投資 其實都是台灣人用自己的命去換的 然後我們又給他這麼多優惠 銀行還有低利貸款 那是一個極荒謬的事情 當然這整個過程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因為在整個調查過程當中我們發現 我們本來是先從投審會裡面的外人投資條例 他的一個他主管的這個法規 我們去進行了解 我們發覺不對啊 這個在外人投資部分 當然有可以投資的項目 但是有些項目他如果是限制性的一些事業 他是必須要經過各部會的徵詢的 但是有些事業他是不得 外人是不得投資的某些產業 其中最清楚的就是 對於國民健康有害的產業 不得允許外國產業來進行投資 你自己本國產業已經有了那沒話講 但是你不能再允許外國的產業 來這邊雪上加霜 所以他是很清楚的說那是不得 但是我們的這個經濟部 決定把它定義成應當諮詢的 限制型的一個投資項目 我想這個菸品是不是有害健康 是應當是毫無疑義的 但他沒有其他的功能 他抽菸之後的結果就是有害健康 然後同學們或者是我的朋友們 以為這個吸菸可以讓你精神好 吸菸可以讓你文思全有 事實上是搞反的 是因為你泥骨丁上癮了 缺乏你骨丁所以想睡覺 缺乏你骨丁所以腦袋一片空白 於是你要補充你骨丁 你才能夠恢復你本來就應當有的一個清明的 神智跟聰明的腦袋 那完全是搞反的 那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我們發覺日本菸商 竟然已經通過我們投審會的審查 包括衛福部都已經同意了 當然事後衛福部他們的解釋是說 日本菸商他們當時在投資的時候 所有的菸都是賣給外國人 就是不會在本國銷售 全部都是出口的 所以可能我們的經濟部就覺得說 反正強害外國人就沒關係了 是我們在收稅賺錢嗎 竟然這是衛福部事後的一個解釋 這完全是堂舍之詞 那我們進一步的發覺 我們的經濟部也有問題 經濟部本身在跟日本進行 我們跟日本之間有投資保護條約 有個協定 你會發覺它裡面的附件 很有趣的它有把某一些產業 不能夠進行投資要把它列出來 台灣的菸草產業不能在日本進行投資 但是在日本不能夠在台灣 進行投資的產業項目當中 沒有菸草失業 所以是很清楚的 當這個台灣跟日本之間的 台日投資保障協定在簽訂的時候 日本菸商就準備要進來了 而我們的政府之所以願意簽署這個條約 復健當中不禁止日本的菸草 到台灣來進行投資 但是因為同意台灣的這個 岌岌可為的台灣菸酒股分有限公司 不能到日本去進行投資 這其中的心態其實是非常可疑的 當我們發現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覺得除了在國內努力之外 我們要結合國際的力量 來去對付這個日本菸商 至少要給它一定的壓力 讓它不敢肆無忌憚 於是我們就首先到行政院來陳情 要求禁止國際菸商在台設廠 當然是徒勞無功 這個行政院表達了他們的遺憾 沒想到衛福部竟然沒有阻止他們 當時行政院在經濟部的領銜之下 他們的理由就是說 如果真的這麼嚴重 原來我們還違反了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 菸草管制框架公約 衛福部竟然沒告訴我們 害我們鑄成了大錯 下次不會再這麼做了 這個就是行政院這樣子告訴我們的 跟各位保證一定還會有 菸商會進來 而且這個菸商進來 還不一定要是以外國的名義進來 我們現在在苗栗已經有兩個廠了 主要是英國的菸商 那現在還有香港的菸商 當然也就是入資 從香港那邊進到台灣來設廠 都擋不住了 其實這個外國菸商到台灣來設廠 大家要想的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競爭這麼激烈 它就必須要銷價競爭 我們曾經算過 南部有些一包菸 二十幾塊就可以買到了 二十幾塊的菸 裡面是光菸稅跟健康捐 就去掉了十八九塊了 所以那包菸的成本 它還要賺錢 它可能只要賣兩三塊 賺兩三塊就可以 就已經 它就已經足膚成本還有利潤了 大家可以想想看 這些菸草的品質到底是如何 無論如何行政院的陳情 是一個gesture 是我們必須要採取的行動 但是我們知道是會徒勞無功的 因為我們的 我們自己的立法院 我們的行政院 其實受到菸商的影響非常嚴重 於是我們就到 因為我們基金會當年 能夠讓殷害防治法通過受益 與目前的監察院長張柏雅 很多 他事實上對於公衛也非常非常的重視 於是我們就到監察院陳情 監察院的結果是比較好的 因為監察委員調查之後的結果 對我們的行政院 對我們的經濟部 還有對於我們的衛福部 通通予以糾正 糾正嘛 他們也就表達一下遺憾 下次不會再這麼做就是了 但是至少比行政院稍微好一點 他還留下了一些公文 那我們認為這樣子可能不夠 我們要讓日本人有反省的機會 那麼由於我們在過去這20年當中 在亞洲地區跟各個國家的 煙害防治組織 也包括他們的醫學組織 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 所以我們透過了這個日本的一些醫學會 我們決定要安排 決定要請他們安排我們去拜會日本的政府 能夠正式的提出抗議 於是我們在2015年年中的時候吧 就到日本的這個財務省 財政部啦 因為他就是日本煙草公司 30%的這個持股單位 然後到他們外務省外交部 外交部其實外交部 他們的外交部跟我們的外交部一樣 其實也沒辦法做些什麼事情 但是至少代表的就是我們對於你這個國家 基於另外一個主權 我們對你來進行抗議 我們的政府不抗議 讓我們民間團體來做這樣的一個主權抗議吧 那這邊的基本上就是 我們在日本外交部還有外務省 他們的財務省跟外務省抗議的一些記錄 當然這個慷慨激昂的城市完畢之後 還是要交換紀念禮物的啦 所以那個照片就是大家在交換紀念品 然後我們在拜會這兩個部會之後 我們又在日本 在日本的這些公衛組織的協助之下 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來的記者是滿多的 事後也得到了很多的一個報導 事實上在那次記者會之後 我們也得到了很多的訊息 也就是日本自己本身 他們的煙草工廠就已經不在心設了 事實上台灣能會有這樣的一個工廠 原則上是日本關掉了半數的廠房 把他的機具設備移到台灣 那就應該知道都是成就的機具設備 那包括什麼日本煙商 他在進來的時候 很多世行製造的煙品沒有賣出去的 後來他就把他的煙包給拆了 把他就是上面都印有這個生產日期嘛 那原則上台灣應該是在八個月內賣不出去 就不能再賣了保存幾千八個月 所以他快超過的他就把它拆開來 跟新品重新包裝再繼續販售 這些資料我們連他的貨品清單都拿到了 所以其實日本煙商是連便捷都不用 沒辦法便捷的 然後這個台南市政府非常生氣 這種事情絕對不能縱容 於是他就進行檢查 好像罰了兩萬塊錢新台幣 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這就是我們台灣政府目前對待這些煙商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我們發起了兩個國際的一個交流平台 第一個是亞太地區聚煙協會 是嚴道董事長在1989年的時候成立的 這個研討會 這個聚煙協會到目前仍然在運作當中 那麼這個是歷屆的APP會議的一個情形 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原則上是兩年會舉辦一次 第一次就在台北只有25個人 等到後來到了這個20072010年之後就已經數量變得非常龐大 到了這個2018的巴厘島的時候已經到達900人參與了 那今年會是在泰國的曼谷 不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能不能夠順利舉行 但是無論如何這樣的一個APAC當初以為只是一個聯誼性質的活動 互通升息而已 但是事實上在後來的發展過程當中就會發覺 不光只是各國政府必須注意它 因為事實上在每一個地區的這個活動的主辦 它都是要花費極龐大的這個經費的 通通通都是各國政府不得不出面來協助 否則就對於這種沿海防治似乎就沒有足夠的誠意了 甚至到目前世界衛生組織 但世界衛生組織在最近幾年 對於這個APAC也都是會實際的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都會派員參加 甚至會有經費的一個挹注 那麼在1993年的時候 就已經頒發了在世界無焉日 它頒發了APAC一個獎狀來進行表揚 也代表了我們在過去的一些成就 那我們有兩岸四地的沿海防治研討會也是 兩岸四地就是台灣 大陸 香港 澳門 2007年開始原則上是剛開始的時候是每年會舉辦一次 然後後來漸漸的就變成兩年舉辦一次了 因為各個國家的這個發展都漸漸成熟了 那去年是在重慶 在重慶舉辦的這個兩岸研討會 那當然我們也非常積極的參加 國際的煙害防治會議 那麼像譬如說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剛剛講FCTC 是它唯一的一個多邊的協定 針對的就是煙害防治 那麼這些國際的這些會議 往往為了要讓這個條 國際的條約 為了讓條約的各項條款 能夠真正落實 它常態性的這個 要舉辦他們的地約方會議 在這個FCTC的這個COP 就是Conference of Parties 就是地約方的一個會議 大概平均兩年會舉辦一次 那麼這個在早期的時候是都在Geneva 然後呢這個後來就在世界各地在進行舉辦 我們後來因為經費的關係 我們董事基金會不再派人去了 但是我參加過前兩次的會議 這就是日內瓦的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總部的大樓 然後這邊總部大樓前裡面的窗戶裡面有一個牌子 裡面就是用他們的五種官方語言吧 照顧人類健康等等這個宗旨把它解讀出來 其中第一個最上面的就是以中文繁體字寫出來的 就當時我們也是WHO的這個地約方 也是他們的會員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在退出聯合國之後 聯合國的這些專門組織 我們就理所當然的相繼的就退出了 我們原先也是WHO的一個會員 然後這是他們的會場 當時的這個會場 在Geneva的一個專門針對這個會議的一個會場 因為我在現場所以就照了照片也順便放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們會定期的參加這個World Conference on Tobacco Health 就是世界控宴大會 在原則上的世界控宴大會在各地來進行舉行 我至少參加過這個印度夢買新加坡 或是這個阿布達比還有開普敦的這些相關的會議 我今天早上特別花了點時間 把我在董事基金會這幾年董事基金會活動 而出國的這樣的一個行程 這幾年總共不下40次 或許也一定程度可以顯示董事基金會的國際化吧 我們確實有很多國際活動的一個需求 好那這是美國控煙與衛生大會 NCTOH美國每年都會舉辦 我們也都會去 然後海峽兩岸控煙與肺癌防治研討會 本來他們是一個肺癌防治研討會 後來應該希望董事基金會也能夠一起共襄盛舉 所以就加了一個控煙在他這個防治研討會的名稱當中 這是我們的這個華文戒嚴網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資訊 我們的五個網站每年花董事基金會不少錢 裡面的這個相關的資訊 基本上應該會應該是我們台灣有關於這個各自的主題 最完整最具有時效而且最坦誠的一些資訊 大家有機會的話或許可以上去看一看 那這樣這些都是曾經是我們的代言人 我們把它放在那邊的 心理衛生中心也有很多的這個國際活動 他當然也是關心國際心理的健康議題資訊的收集 然後國際活動的參與 基本上大概就不外這二段而已 就要關注心理健康議題 然後會這個跟國際心理衛生的團體來進行聯繫 不光是有實際的交流 我們的網站也是連結的 所以透過董事基金會的華人心理健康網 也同時可以看到很多國外的心理衛生團體的資訊 然後他每年也都會參與 定期參與國際心理健康的一個會議 然後這邊是就是我們的心理健康網的網站 他只是他的兩個網站之一 他真正的主要他的資訊 你要在前面看到一個華人心理健康網 那邊在按進去的時候 他是對於整個華人地區所做的一個 心理衛生知識的一個宣導 非常有意義的一些內容 很多新知都在裡面 然後我們大概按照我自己的估計 我們應該是每兩個星期甚至每一個星期 會把我們在國際搜尋的新衛新知 會以新聞稿的方式發給各個媒體 所以你們如果在網路上看到董事基金會講到心理衛生 其實很多時候都只是我們的一個紙本的一個新聞稿而已 我們並沒有真正開記者會 我們都透過新聞稿的方式來 在Google稍微查一下董事心理健康 就會看到很多的一個資訊 我們同樣的資訊也會在我們的這個 大家健康雜誌當中 這個大家現在比較不看紙本雜誌 所以我們也在數位化了 我們電子雜誌應該已經建置完成了 那麼只是這個仍然在推廣當中 我們當然有很多的書籍的出版 大家也可以去進行參考 那這是我們會我們的這個 這只是列出來說其他的這些心理健康的組織 它會轉載董事基金會的一個心知資訊 大家都會常常看到 那畫紅線的就是 大家看不到字的這個 基本上都是它的一個轉載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會有跟心理衛生相關團體交流訪問 每年都會交換連結 最下面這邊就是一些國外團體的一些連結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這應該跟我們的這個社會系 或者是我們的社會心理系應該要稍微宣傳一下 然後他們會發覺這邊是會以國別 這邊是以國別的方式 會告訴大家說這些特定國家 有哪些心理健康衛生資訊可以去參著了解的 那這是我們在我們心理健康中心在幾年前 邀請了澳洲的一個憂鬱症防治的一個專家 幾位專家到台灣來舉辦研討會 這是研討會的一個過程 我們會自己會主辦研討會 然後一些心理像譬如說香港心理衛生會 會來進行訪問 這些公衛團體大家都沒什麼錢 所以我們互相交換禮物 常常就是一紙證書或者一紙感謝狀而已 那會固定參加國際心理的一個健康會議 這個只是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參加這些會議 其實不會只是派人去花機票錢 然後住旅館就算了 我們參加這些研討會 基本上都必須投稿 不論是oral或者是poster 我們基本上都會在得到一定的錄取之後 我們才會派人參加 很重要的目的除了交流之外 當然也要希望能夠展示台灣在心理衛生 或者是陰害防治食品營養方面的一些成就 這個是會議的一些狀況 這就是我們的一位心理衛生中心的一位 蠻重要的一個諮詢顧問 他有的時候會代表我們參與國際的一個會議 這是心理衛生中心的一個網站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們幾個網站裡面恐怕是心理衛生中心 比較活潑一些 這個是心理華文心理健康網 大家可以看到華文心理健康網 他的一個累計人數 已經有1500萬人次的一個閱覽 所以他事實上看的人是很多的 同學如果沒有接觸過可能就落伍了 食品營養中心相對比較靜態一些 他比較不像這個煙害防治中心 會有那麼多激烈的對抗活動 他一般而言當然就是參加國際會議 然後他會關心一些新資 像大家可能不會想像到食品標示 營養標示 你們現在含糖成分這些標示 其實董事基金會在後面 不敢說是最大的力量 但是推波助瀾之功是絕對功不可沒的 那麼對於這個國際上健康飲食的這個推動的方式 我們也是非常非常的關切 剛才心理健康心理衛生中心忘了講 我們在台灣的憂鬱症的一個防治 憂鬱症那樣表是董事基金會發展出來的 然後讓各個大學再來進行使用 現在已經APP化了 所以大家如果下載這個APP隨時可以檢測 這個當然不會是我們董事基金會自己 我們也是必須要花錢請外面的公司研發出來 參考國外的資訊研發出來的 大家隨時的可以去檢測一下目前的心理狀態 憂鬱症基本上憂鬱跟憂鬱症不一樣 憂鬱症當然就必須要看醫生了 但是至少每個人的這種或多或少的憂鬱情緒 透過你的認知 說不定能夠比較積極的去想辦法去緩解它 就會避免這樣的憂鬱症 最後發展成憂鬱症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建議大家能夠去下載這個軟體 參加國際會議 這是什麼營養年會 然後什麼歐盟 澳洲 紐西蘭 我們常常會受邀去了解他們的食品的一個規範發展狀態 我們也持續關心國際標示 現在全台灣所有的小學 他們的營養午餐衛生環境的一個認證 其實是董事基金會在執行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有很多的老師 會到各個的小學去照顧小朋友 他的一個營養的 照顧他們的午餐的一個健康 很多時候我們的營養中心跟心理衛生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扎根的工作 只是他們的這個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因為它的衝突性不是那麼高 還是有它的衝突性 很多的食品公司 事實上對於我們的一個倡議 是會覺得會影響他們的這個業務的發展 還是有一些衝突性 只是不容易正面的衝突而已 我們會關心國際食品的標示等等 當然我們的這個 國際上有一個叫做World School Milk Day 就是每天兩份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宣傳 董事基金會宣傳很多年了 甚至在牛奶缺乏的時代 我們也在宣傳每天兩份奶 也不知道大家怎麼去都能找到這每天兩份奶 但是它基本上這樣的一個成果 也受到了一些國際社會的一些肯定 那這是我們董事基金會 它的這個提升兒童食慾力的一個網站 董事基金會30週年的紀念 我想還是簡單的讓大家看一下 影片是董事基金會三個中心 自己去做Editing出來的 非常粗糙 但是代表的是一個誠意 剛開始一開始是早期的一個搖滾歌手 叫做薛樂 他替我們錄製的 薛樂他在1990年過世 因為癌症而過世 在他過世那一年 他決定要出來 要提醒大家 要尊重生命 那他就跟董事基金會合作拍了一個廣告 我們一開始那個畫質當然不是很好 但他代表的就是最早期的階段 我們的這個國內的這些偶像們 對於董事基金會的一個肯定 我們稍微看一下前面就好了 五年前五年前是三十周年 如果還有明天 你想這樣抓滿你的臉 如果沒有明天 要這麼說再見 相不相信 身邊的無知和害怕 是我們最大的障礙 試試看 不要為自己設限 生命能發揮多少 你永遠不知道 只要不斷地學習與超越 在終點以前 生命都可能無限延伸 請尊重你的生命 還有明天 學悅的這個協助 是我們董事基金會 這些年來無法忘懷的 如果還有明天這首歌 是學悅的最後一首創作曲 他是一個創作歌手 他在拍完我們這個廣告之後 沒有多久就過世了 那在他最後的生命 我們覺得他 用他最後生命的微弱的一點點燭光 仍然照亮了我們這個社會 非常非常多黑暗的角落 給我們很多很多的一個影響 這就是延道博士 這個就是三個中心 他們各自企圖 宣揚他們的一個活動的一個內容 好 這是煙害防治的一些相關的過程 這個當時是美國要企圖 透過301條款 要要求台灣開放煙品市場 同時要允許煙品廣告 過去的煙酒公賣局 是不准做廣告的 美國要扣官 要賣他的煙 還要再大量的做廣告 那我們那個時候就到AIT去做抗議 董事集行會也到AIT做抗議 還跑到美國 Washington DC去登報抗議 最後確實引起了 引起了美國社會的注意 最後他們就同意 不能夠有像美國這樣的一些廣告行為 但是仍然擋不住他們的煙品進口 這些都是免費替我們做廣告的偶像們 這是心理健康 這講的就是憂鬱症防治 或者憂鬱情緒防治的一種方法 請聽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個在這些年當中 曾經對董事基金會有所付出的 不論是公眾人物還是一些小人物 他們持續的都在協助董事基金會的一個繼續發展 不論是不論是否還有一種人物 我們當然是在這裏 我們對於是承認了 我們對於是在這裏 让我们做个结论吧 我稍微查一下资料 目前世界上NGO跟NPO数量超过1000万 我写这个只是告诉同学 如果你对公益团体的工作有兴趣的话 其实工作就业机会还是蛮多的 超过1000万 很多是国际性的组织 我记得有一次 我那次去参加日内娃会议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同行之人 他事实上只是一位助教 结果在日内娃的活动当中 认识了一个国际的烟害防治的组织 结果他竟然就再回来 至少接到了一个job offer 他在纽约 在Geneva等地 大概工作有近10年的时间 我相信对他的人生而言 是一个非常意外的 一个充实的机会 我们的NGO NPO他主要的目的都在透过鼓励一般人民的参与 来促进社会和政治现况的一个改变 他有很 基本上都有很高远的目标 往往都是你知道没有办法完全达成的目标 但是所有在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恐怕也都知道 如果没有他们自己的一份的力量的奉献 他们与那个目标的距离只会越来越遥远 不会留在原来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这个NGO NPO也需要法律专业人士的参与 法律人士上有很多可以参与的 包括毕业后在这个NGO NPO任职 或提供义务服务等 法律人一听到义务服务 就觉得说这个实在是有一点太划不来了 但是这个Elizabeth Andrew 她是威尔斯的一个这个劳工组织 最早的一个女性的负责人 她说Volunteers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a time 她不表示她一定有the time 有时间 They just have the heart 她就是只有这个心而已 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在董事基金会 我相信别的组织也是一样 董事基金会会有很多 你看到满头白发的一个人 她原先可能是在政府里面 担任相当职位的一个主管 在退休之后竟然跑到董事基金会 她原先跟董事基金会毫无关系 退休之后找到董事基金会说她愿意协助 就蹲在地上帮我们包宣传品 我们每年都有从花莲的卫生所的一对姐妹 来这边帮助沿海防治中心的一些重大活动 没有活动的时候就帮忙撒扫庭院 整理我们的一个环境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volunteer 让我们社会上我们没有在做的 这个公益的一个活动能够继续下去 无论如何 最后我想以这句话做总结吧 圣雄甘地他说 Be the change you wish to see in the world 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的期待 就让你自己成为那个改变的来源吧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谢谢 分手